好,现在第二节,我们就跟各位介绍什么叫做行驾 提醒各位啊,大家不要存侥幸的 我们现在就告诉,今天是第十二周 我们第十四周就会进行第二次的考试 这次还是要汇出四题,我现在就先告诉各位 还是习题的偶数,但是第五章只会出一题 第六章会出三题,哪三题 就是一定有一题是跟行驾有关 有一题是跟框架有关,有一题是跟机械有关 所以我们这个礼拜教的跟下个礼拜教的 基本上会涵盖三个题目,第二次考试的三个题目 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 好,我们现在跟各位介绍行驾 就像讲的,像各位所看的就是一个行驾 它这边是有一二三,有五个杆子 分别在四个接点,结合起来 都是端点连端点 记得啊,这个AB不是一根啊 它是AD是一根,BD是一根 所以总共有五个 所以行驾就是有一堆直的杆件 然后分别利用端点结合在一起 但是这种就这样子的结果 我们还不能判断,它一定叫行驾 它有特别的一个问题 首先我们先告诉各位 行驾一般来讲 两根杆子结合在一起的时候 它结合方式有几种 像我这两个端点结合 第一种直接就是焊接接起来 实物上,你们看看就是焊接接起来 另外还有呢 它不是,它是这两个 比如说有三个杆件好了 有三根可以用焊接 通通焊在一起,变成一大团 另外还有一种做法就是 这是,比如说这边有三根 那它上下更会用一个板子把它夹在一起 把那三根紧紧的夹着 然后利用锚钉或是螺酸 把那两,上下的两层给它锁紧 使得它呢也不会松脱 这是实质上真的碰到行驾 它们的结合方式 但是我们在计算的时候注意 我们通通是把它当作是pin connection 都当作是叉烧 也就是说,就算是有三根杆子 比如说,这边有三根 我们也是假设 它就是一个叉烧,从头插下去 就是用叉烧链接 那是我们在分析的时候 做这个假设 我在强调,实际上是用焊接或是锚钉 等等把它结合起来 但分析的时候,我们就假设 它是有一个单独的一个叉烧 OK,一个pin 然后它有一个很重要的 仔细看这个 如果这个行驾上有外力 作用在上面 一定是作用在每一根零件 这个杆件我们就叫man本 杆就是木杆的杆 每根杆件的两端 这个是行驾的特殊要求 如果你说这是一个行驾 我们就假设 作用在行驾上的外力 一定是作用在每一个零件上的两端 甚至包括 如果这个零件 这根杆件有重量的话 我们也不是假设 听好 如果是行驾 我们不会假设 重量是做在感件的重心 是假设这个重量 是作用在感件的两边 一边一半 也就是说 所谓的行驾 它真正的定义应该是 我们再从前面来跟各位说 真正的定义应该是 几根直的感件 利用端点连结 而且 所有的外力 一定是作用在这些端点上 就像这边来讲 A点这边有反作用力 B点有反作用力 D点有一个重量 其他地方都没有力量 这个图就很明显地告诉我们 我这个图的重量 我们通通是忽略的 因为如果他要把重量 算进去的话 那 这根杆件重量 就是一半在这边 一半在这边 这个杆件 比如说 这个BC杆件的重量 就是一半在这边 一半在这边 类似这个样子 只要你要考虑重量 一定是把它分在 这个杆质的两端 所以 如果这个是杆架 它每个零件 都只有两端受力 因此 它一定是二力构建 这个就是杆架的特色 所以我再重新说清楚 所谓的杆架 就是有一堆直的杆件 端点跟端点相连接 所形成的一个结构 然后 因为我们假设 所有的力量 都只会作用在 这杆件的两边 因此 每一根杆件 都是二力构建 受的不是拉力 就是张力 我们讲的再清楚一点 举几个例子 比如说 这是一根杆子 它现在有一个分布力 在上面 这是均匀的 假定 这是三公尺 这个是 两千牛顿 每公尺两千牛顿 那它真正的受力 假定 你说这个零件 是一个杆架的一部分 那它的受力就是 这边三千牛顿 这边三千牛顿 最后在感知的两端 或者说 作用在这个聘上 就这个意思 就是说 你只要把它当杆架来分析 这是你要做的 第一个假设 力量分在两端 那你们说 如果不是均匀的 举例说是这样子 这是两千牛顿 这是三公尺 那我们知道 它的合力 它的合力 还是六千牛顿 然后它的 原来的重心 是在离 离右边一公尺的地方 所以 我们要分 最后变成 这边 是两千牛顿 这边 是 四千牛顿 抱歉 写错了 这边要 二分之一 这是三 所以这边是两千 对不起 二分之一 二乘三是三 对不起 右边是一千牛顿 左边这边是 两千牛顿 朝下 也就是说 这个的对 重心的力矩 跟这个对重力矩 一样 我们就这样子分布 所以 这是要告诉各位 如果说有 力量 是作用在 这个横杆上 而且它是一个 它本身是 行价一部分的话 你也不是 一定是平分 你要看它 原来的力 的分布形式 但是如果 这是一个重量 我的重量 就是三千牛顿 那就很简单 就是一边 一千 一边 一点五 一千五牛顿 就是这样子 这就是我们说的 好 这边我要告诉各位 因为你们实际 如果你们将在外面做事 针对某一个结构 行价结构 要你们做分析 它可能会先告诉力的事 可能是分散 你要自己练习 把这些力 往每根杆子的两边移动 所以我们这边说一下 但是在我们正门课里面 你们不会碰到这种问题 它很简单 它都已经把力量 不管原来怎么样 通通都是设在 两边的端点上 所以你们倒不会碰到 这个分析的 所以我刚刚讲的 只是额外的 让各位稍微了解一下 可是不管怎么讲 这边我们再强调 给各位看一下 作用在行价上的 每一根零件 因为这个 它不能 也就是说 它觉得不会有侧向受力 像我们前面能看的 力量一定只会在两端 觉得不会有侧向受力 不会在 假设它不会在侧向受力 那这也就 因为侧向受力 它就很容易弯 这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如果感件太细长 它会有点弯的 很容易发生变形 那个不符合行价的说法 所以一般来讲 行价的感件 就我们刚刚讲的 基本上都会看起来 比较矮胖 比较粗短 而不会太细长 如果有一个结构 你说是行价结构 结果你看到 每一个零件 看起来有点太细长 那很可能 最后分析的时候 没办法当做行价 你会发现 它很容易变弯 因为行价呢 你们不要忘了 它会受到 有可能会受到压力 越细的感知 你们都知道 你一压 它很容易弯 行价的假设就是 它的每个零件 绝对不能弯 一弯的整个的分析 通通不一样 所以我们不会用的 太细长的感觉 好 所以因为行价 每一个零件 都是二力构建 那就是讲的 如果受的拉力 我们叫腾讯 受的是压力 我们叫completion 因此你们记得 我们当然立体也会讲 我们在分析 行价的时候 每一个零件 我分析出来 它的每根感觉的 受力的时候 我都要注明 它是tension 还是completion 用t跟c 证明 注明它是张力 还是压力 你一定要说明 事实上你们注意 不管任何的结构 就算是框架 只要它是二力构建 分析完了以后 你们要告诉人家 这个二力构建 受的是张力 还是压力 基本上就是一个 英文字母的t 或是c 来说明 这个你们就看 这个是一个典型的行价 有非常多的空间 里面的行价 像右边是桥 左边是屋顶 它都是用一堆平面的行价 一模一样的平面行价 然后用避年的方式 一排排堆在那边 然后总共的力量 就是作用 比如说像左边的这个图 它那个屋顶 就是一个行价结构 你们看都是每个很短的杆件 然后用端点连在一起 然后好几排 那看如果是这个屋顶 它是要防止下雪 假定下雪的总重量 是多少 如果有五排 比如说总重量是一万牛顿 那我们就说假设每一排承受的重量 是两千牛顿 类似这个样子 这个是非常多的空间 是用一堆平面行价所形成的 所以我们这一章告诉各位的分析 以平面行价为主 就是假设是一个二维的 很多三维的空间里面的行价 就是用一堆二维的行价平行的 用平行方式所组成 但是也有实际真正的空间行价 我们等一下会告诉各位 只是空间行价 我们会跟各位讲 但不会叫各位算 空间行价计算起来很啰嗦 原因等一下我们会告诉各位 很容易算分头 它不难 只是很容易变糊涂 那就讲的 我们一般的行价 最常见到的行价 就是做天花板 支撑天花板 OK 我们告诉各位 行价的一个特色 你们仔细看 它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它就是一堆杆子 这样子结合在一起 除了这个杆子以外 它其他的位置都是空的 所以一般来讲 行价的这种结构 就是利用几根杆子的组合 使它可以支撑一个很大的重量 很大的外力 但是而且不会垮 但是呢 它的总共的重量是轻的 因为它只有那几根杆子的重量 它中间通通是空的 它不是一个石心的物体 那为什么屋顶最常用 你不要忘了 你这个屋顶上的 这个行价 就是要支撑这个下雪 你如果你把这个行价 变成一堆石心的 你这天花板就种得不亮 你不要等到下雪 你可能天花板上原来的结构 就把你的屋子给压垮了 所以非常多的天花板的结构 都是类似这种行价的结构 也就是它是一种中空结构 意思它的重量不会太重 OK 那我们一般 你们这门课 我们会告诉各位的学习是 我给你一种行价结构 又告诉你它的负载 然后你们要练习算出来 它每一根杆键 受的是张力压力 以及是多少 这个是你们在这门课的习题 我们教各位的 你真正到外面做事 你碰到的是下面这个问题 你的老板只跟你讲说 我现在要你设计一组行价 空间就这么大 比如说在一个五公尺乘十公尺 乘两公尺的一个空间里面 这就是我屋顶的空间 你给我设计一个行价的结构 然后我只有一个条件 而且我告诉你 我要承受的就是说 假设下的雪 最大的重量是一万牛顿 我要你让这个行价 可以撑得住一万牛顿 不会坏 我指的坏就是 每一个零件受力都不会坏掉 但我希望你用最省钱的方式 所谓的最省钱 意思是什么 就是要你设计出来的行价 总重量最轻 因为你们知道 你重量越轻 就表示你越省材料 这个不是一个简单的工作 你要做很多的尝试 因为你的结构都不清楚 你可能要先假设设 某种结构 然后算一算 好吧 每一个零件都不会坏 但是它是不是最轻 你算出它 知道它的尺寸 你就可以算重量 买不买也不知道 那你还要再试一种 所以你可能要设计五六种 才会得到一个所谓最轻的 所以这个工作会包含到 Try and Error 通常是借由电脑 没有那么简单 但是下面的这句话 我们再强调 就是告诉各位 是你真的外面做事会撞上的 上面的 只是我们这门课会交给各位的 不要你设计结构 结构已经告诉你了 那除了做天花板以外 航架还有很多用途 像左边这种吊车 也是航架结构 大部分 原因也是一样 我不能让个吊壁 变成一个实心的杆子 那个太重了 航架我们讲的 重点就是 它是中空会轻 还有很多桥梁也是一样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 就是你可以用一些几根杆子结合 它可以承受很重的重量 还有一个常见道德 你们不会像飞机 如果你们有机会进到飞机的修理场 你们知道飞机外面都有包成了一层壳 如果你们把那个壳 你们有机会进到飞机修理场 发现它会把外面那个铝壳 扒下来的时候 你可能飞机不敢坐 那个一般的飞机 不管翅膀 或者它的机舱 都不是实心的 也就是说 但你们不要坐 那不是开玩笑的 你在飞机上 你力气大一点 两个窗户中间的那个面 你一拳打出去 打穿的几率蛮高的 因为它是中空的 所以你运气不好 刚好打到航架的那根杆子上 那你就打得太准了 但是你能不能干这种事 飞机上路上打一个洞 不是开玩笑的 但是基本上飞机很多结构 都是航架结构 原因是什么 你们也知道 越重越来飞起来 我当然要它重量轻 可是它要支撑一地的旅客 那一些 所以有这种航架结构 还有一个 你们电影上有时候看到 你们仔细看 如果电影是科幻电影 给你描写有外面的太空站 那个太空站的 看起来都像航架结构 所以所谓的航架结构设计 就是我们讲的 你的目的就是找出一个质量最轻的 航架结构设计 然后满足它的负载 它的空间 它的安全就是不会坏 以及成本的口量 这个就是航架结构 我们机械系不玩 土木系 非常多的学校土木系 每年都有做一个纸桥合纵的比赛 所谓纸桥合纵的比赛 规则很简单 我给你 我要你搭一个桥 那个桥的材料 就是指定的某种纸 就是纸张 我讲就是某种纸张 你们一般的A是纸 你用这个来搭桥 你搭完了桥以后 比赛的时候什么很简单 每个人桥摆在那边 然后在你的桥上弄一个挂钩 然后就把重量摆上去 看摆多重 你的桥会垮 那谁是冠军 就是你桥垮掉时候的那个重量 除你本来的 所用的 本来桥的重量 当然这个比值谁越高 就谁是冠军 常常 我可以告诉各位 真正的冠军 常常那个比值 会达到一千以上 几千 就是你所能承受的重量 是你这个纸张的重量的几千倍 那基本上设计的观念 就是用这种行架结构在做设计 就看你怎么设计 让它可以撑得住最大的重量 不会倒 这就是一般所谓的纸桥比赛 那这一张是你们课本上表 这个是现成的某些行架的结构 下面那些大部分都是到处设计 它们 这个我不细讲了 这种每一种结构都是用在某种特殊的地方 特殊应用 那这是我们如果要真的要设计的时候 我们可以从这边做参考 我要设计屋顶 我就从这边屋顶的结构来找一些 然后再评评凑凑凑 如果是要设计桥梁 从桥梁的等等 不一定 OK 这个不一定的 但是呢 这常常是你要真的要做设计的时候 一开始的地方 先从一些现有的结构 然后看有没有办法改良 那当然我们这一张主要目的就是 已经知道结构 然后知道复展 你们做的是第一步 先练习 分析出来 它每根零件的 所受的外力 是张力 还是压力 我们刚刚先介绍了 行架的基本观念 什么样子的结构是行架 行架 我们再强度 给各位回顾一下 行架是由一些直的 二力构建 所形成的一个结构 一定是端点跟端点连接 才能叫行架 因此它的每一个零件 所受的不是张力 就是压力 作用在行架上的所有的外力 只能作用在接点上 Joint 所谓的Joy的作用在接点上 不能作用在其他地方 然后行架 我们可以分成两种 一种叫刚性行架 所谓的刚性行架 就是这个结构 不管在任何受力的状况下 它的形状不会改变 就像你们现在看到 右上这个三角形 你们给它的力量 它不会改变 它不会说变弯了 当然我是指的力量不要很大 力量很大 什么东西都会坏 我们现在指的就是 它不会被迫 形状不会改变 所谓的非刚性行架 像右边你们看的 如果说这个杆件 是由四根杆件 连成的一个四边形 你们都有这个经验 我在任何一个端 Joint 一个接点 给它一个外力 这个四边形的形状 就会变了 这种就叫非刚性 所以我在强调 所谓的刚性行架 指的就是 你给它的外力 不会使它改变它的形状 结构形状不会改变 不是移动 移动的话是我们以前讲的 Complete constraint的问题 我们的刚性行架 指的就是 你给它外力 它的形状不会改变 非刚性行架 指的就是 你只要给它任何一个接点 一些外力 或者某些接点 某些不要很大的力量 它的形状就会改变 就叫做非刚性 好 那你们注意 任何多边形 只要不是三角形 都叫做非刚性行架 四边形 五边形 六边形 六边形 就六根杆件所形成的 不仅要等边 反正六根不同杆件 所接下来六边形 它一定不是刚性行架 唯一的刚性行架 只有三角形 因此 单独存在 所以 我们现在介绍 有一种行架 我们叫做简单行架 Simply trust 这是指的平面的 平面的简单行架 就是以一个三角形为基础 然后慢慢发展的 你们先看左下角第一个图 它的第一个base就是一个三角形 三根杆件 三个接点 然后 它怎么延伸出去 就是每次我多两根杆件 就多一根接点 就是从 像第二种 它就从原来的两点 两个接点之间 各连一根 用一个接点连上去 就是每次多两根杆件 就多一个接点的方式 所形成的这种行架 我们叫做简单行架 我再强调一次 简单行架就是先以一个三角形为基础 本来有三根杆件 三个接点 然后每多两根杆件 再加一个接点 就会又多一个好像三角形 一直这样子延续出去的行架 我们就叫做简单行架 但是要注意简单行架 不代表每一块都是三角形 你们看右下 这个也是简单行架 因为它前面都好像一个三角形多 它到这边以后 我还是一样 我多了这两根杆件 多了这一点 所以 这一块 现在不是三角形 四个四边形 但是这是刚性的 简单行架 一定是刚性行架 你们不是我刚不说四边形一定不是吗 我指的四边形 单独的一个四边形 一定不是刚性 现在这个四边形是跟别的 你们仔细看 你如果在这里给它力量 它会形状会改变吗 不可能 它都互相卡住了 所以这有点逻辑上的 简单行架就是以一个三角形为基础 然后每次多一个节点跟两根杆件 累积起来的我们叫做简单行架 但是不代表简单行架里面的每一个元素 一定是三角形 像右边这个图所示 好 那 那我们现在看 假设M 是代表我这个简单行架里面的 感见的数目 N 是接点的数目 那我们刚刚讲的就是 简单行架每次有一个接点 就有两根杆架 所以M应该等于两倍乘上N 因为我们的规则就是 每一个接点要两根杆架嘛 所以M应该等于两倍乘上N 但是重点是一开始的三角形 它是三根杆件就有三个接点 也就等于说针对M等于两倍 它多了一开始杆件数字少了3 所以每一个简单的平面行架 一定是会满足这个公式 M等于2N减3 这个会减掉3 就一开始三角形里面 N是等于3 M为一支等于3 2N是6 插了三个要减掉 所以只要它是简单行架 它的感见数跟接点数 一定满足这个公式 M等于2N减3 你们可以把下面这两个图 自己去算一下 感见的数字 跟那个接点的数字 你会发现 它一定是M等于2N减3 这个是简单行架里面 感见的数目跟接点的数目 之间的关系式 我们刚刚讲的 简单行架 不代表里面每一块都三角形 同样的道理 一个行架里面 你们看的通通是三角形 不代表它是简单行架 举例来讲 下面这两个图 你们看 全部都是三角形形成的 但是你们看在这边 它这个左半段都是简单行架 右边也是简单行架 可是它中间只靠一个杆子连结 它少了一个杆子跟一个接点 所以这个不是简单行架 这边是一个接点 有三根杆子 所以它也不是简单行架 这两种我们后面会讲 它们严格说起来叫做复合行架 也就是由两组简单行架 所形成的 这个不要 因此 这个很吊诡 简单行架 不一定里面每一块都是三角形 里面通通都是三角形的 也不见得是简单行架 但是简单行架就有点像是 是由一个基本三角形 然后额外的多一堆三角形连起来的 这种叫 这是一般的是简单行架 那简单 所以这个观念 大家弄得我再强调一下 简单行架是由一个基本的三角形 然后每次多两根杆件 多一个接点 所形成的行架叫简单行架 但是简单行架里面每个元素 不见得一定是三角形的形状 反过来讲 一个行架里面看起来都是三角形 也不保证一定是简单行架 你要去算一下 是不是 你要去实际走一下 看是不是都是用两根感情加个机的 慢慢累积起来的 OK 那我们先谈这个平面行架 我们的目标三个 就是给你一个结构形状 行架形状 也知道它的外力 你要算的是第一个 作用在这整体行架上的所有外力 就包括反作用力 第二个 我们希望算出来 每一根杆件上的受力 不管是张力还是压力 第三个 我们也因为我刚刚讲 我们都假设每一个接点 不管有几根杆子连在一起 都是一个ping 我们叫做joint 我们也希望算出来 作用在每一根joint上的力量 作用在每根joint上的力量 这个我们举一个例子给大家 假定 我现在有三根杆件 A B C D A B AC AD 是三根杆件 我们来画它的自由体图 这个就是joint 也就是我A点的那个叉烧 我们现在来看 AB 假设我认为我的AB 是张力 那是我假设 那就代表 这个力量 是A 作用在AB这个杆件上 A点的力量 那反过来讲 AB这个杆件 作用在 A这个pin上的力量 也就是一个张力 这我把它叫做FAB 然后我们来看AC 我假设AC受的 这个AC这个杆件受的是压力 FAC 那就代表 这个力量 就是pin 作用在 A点 AC这个杆件上 A点上的力量 那反过来讲 AC这个杆件 作用在pin上的力量 就是 也是朝里面 FAC 第三个 假设这个AD 又是张力 那 作用在这个杆件上的 也就是一个朝外的FAD 就这样子 这个就是pin 跟作用在它上面的杆件 杆件受的力量 跟杆件作用在pin上的力量 的关系 我们刚刚前面讲的就是 我们要算得出来 作用在每根杆件上的力量 你要算得出来 作用在每个pin上的力量 这个合力 就是作用在这pin上面的力量 就是这么单纯 所以你只要算出作用在杆件上的力量 你就会知道作用在pin上的力量 反过来讲 你知道作用在pin上的力量 你就可以知道作用在杆件上的力量 永远记得是大小相等 方向相反 好 那我们现在看 要解决trust 这个杆件受力的问题 有两种方法 一种叫做method of joint 就是接点法 另外一种叫做method of section 我们等一下会讲 我们先介绍接点法 接点法 接点指的就是joint 指的就是那个pin 所以接点法 我们考虑的就是pin的平衡问题 也就如我前面这一页所给各位看的 你先找出来每一个pin 上面作用的力量 如果整个行价是平衡 pin力也是平衡 那这三个力就应该会达到平衡 这个就是指点平衡 一个指点有两个方程式 所以我们这边讲的 method of joint 考虑的就是joint 也就是那个pin的指点平衡的问题 每一个pin或是每一个joint 有两个方程式 然后作用在这个感知上的力量 我们假设它是通通是一样的 通通是一样 也就是说作用这个感知上 每一点受的力都一样 因为它是一个恶力构建 OK 然后最重要的感知跟pin的力量 是依据刘顿第三运动定义 一定是大小相等 方向相反 如 我们刚刚这边给各位看的 我们再 你们再看 你像这边讲 它受的 这个受的是拉力 这个的力量 就跟这边的力量 你们看大小相等方向相反 这个力量 跟这个力量 大小相等 方向相反 这个力量 跟这个力量 大小相等 方向相反 这是要牢牢记住的 因此 我们最下面这边给各位看 如果感见受的是拉力 作用在感见上力量就朝外 而感见作用在pin上的力量 也是朝外 如果感见是受的是压力 作用在感见上的力量 一定是朝内 那感见作用在pin的那个力量 也是朝向pin里面 那就是压力 拉力应该是朝外 压力就是朝内 那在我们真正谈到 mesal joint 依照这个joint的观念 我们看 现在假设有一个A点 它有四根感见连结 A B A C A D A E 重点是 这四个感见呢 是形成两条直线 好像一个是X的形状 如果有一个接点 它就不多不少 连着四根感见 而且这个四根感见 是每一组 都是成同一条直线 像你们看到的这个形状 那我们现在看 我现在就假设所有的力量 都是张力 因此 我画这个A点的自由体图 这边有个F A B 这边有个F A C A B 那你们现在仔细看 假设我这边 因为这个高 不一定要垂直 我说我取这个的垂直线 这个当做我的X轴 如果这个接点是平衡 假设这边的夹角是细打 我们就会知道 F A B的cos 细打 等于 F A D的cos 细打 这就是Summation force等于0 因此我知道 F A B就是等于 F A D 那同样的道理 如果我取这条线的垂直线的话 我也很容易证明 F A C 等于 F A D 这一次是告诉你们什么 也就是说 如果你发现有一根节点 只有四根 刚好都不少四个杆件 而这四个杆件 是两两次互相平行的 就好像就形成了一个X 那它相对应的 这个杆子力量的大小 一定都是方向相反 也就是说 这两根杆件大小一点 而且是拉力 就都是拉力 是压力 都是压力 那这两根也是一样 形成一个十字形 X形的时候 就有这个 你都不要算 你一眼就可以判断出这个结果 那我们从这个观念 我们可以推导出 哎呀 对下一个 可以推导出下面这个图 那反过来讲 现在呢 现在呢 有一个A点 它有三根杆件 A B A C A D 形成了好像一个T 斜的T字形 然后最上面有一个力量 P刚好朝下 那依照我们刚刚讲的 A B的力量 一定会等于 A D的力量 那A系列量 是不是就会等于P 只是现在这个P是朝向 里面是个压力 所以我们这边给各位看的 我的F A C 也就是等于P 后面一个括号C 指的是压力 如果中央在A点上 那个P的力量是朝向上 那我的F A C 那就是等于一个P 会变成T 也就等于说 这两个图告诉我 我可以直接一看 这是四个杆子 这是三个杆子 但我一看 我就说A B等于多少 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A B跟A D的一定一样 以这个图来讲 我一看就说A C是等于P 好 再从这边我们继续引申 行架结构中 有一种很特别的构建 叫做零力构建 Zero Force Member 什么叫Zero Force Member 就是说它在这个结构 跟现在这个负载之下 你会发现 它有没有几根杆件的受力 就是零 那为什么会零 跟它受的外力有关 它某些受的外力 这个感觉就不受力 那我把外力一改 就会受力 例如 你们看 左边的这个图 如果我A点有一个力量P 那我就知道A C是等于P 可是如果我把P拿走 那A C不就是等于零 这个时候A C就是零力构建 所以在这个图 A C不是零力构建 在这个图 A C就是零力构建 也就是说零力构建 常常看你怎么给的外力 某种外力之下 某些零件 它就是零 如果你在分析的时候 先判断出零力构建 你会解决这个问题会容易的 有时候会审视一点点 像下面这个图 我们一看 你们看 看那个接点B 接点 也就是说 这个图是告诉各位 这个图 就是任何一个接点 有三根杆件 形成了一个T字形 那尾巴的那一端 一定是零力构建 假定没有外力 像这边 这个B点 左边的B点 你们看 它是不是就形成了一个T字形 BC等于是尾巴 所以BC是零力构建 右边的呢 这个EF也是一样 也是零力构建 很多时候 零力构建 你不要用算的 大部分的时候 你一眼就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再给各位举一个例子 你们看 左边这个C点 也是一样 这个C点 相等于一个T形 所以 你记得 就是说 我们要看到这个BC 很明显 从C点 它是一个T形 BC是尾巴 所以我到BC是零力构建 但是 B点就不是一个T形 因为现在这边有加外力 如果 听好 如果 B点 没有这个外力 那我已经知道 从C点这边看出 BC是零力构建 那我就会知道 这一根也是零力构建 我先从 C点看出 BC是零力构建 再从B点 看出另外一个零力构建 这就跟右边这个图一样 所以 这个点 就看有没有这个外力 那像右边的那个图 你们看 I接K那三点 先看 K那个接点 它是一个T形 所以我知道 JK是零力构建 因为 JK是零力构建 你们再看接点 I接 接点就变成一个T形 I接 也变成零力构建 所以 I接跟JK 都是零力构建 那就是讲的 我们常常会在 解问题的时候 先把零力构建 找出来 因为我已经知道 力量是零了 它在我解题的时候 我就可以不要考虑它 它在解题 我们就不必要考虑它 那我们下面 直接一个步骤 告诉各位 假定我要用接点法 来解决 我某一个 像右图所示的 假定这个行价 ABCD A点 是一个simple support B点 是一个roller 然后D点 只有一个重量朝下 只有一个外力 所有的每个零件 都不要看 假定我们要知道 每根杆建 总共只有五根 这五根杆建 每根杆建的受力 是多少 我们怎么做 第一步 画出整个结构 的自由体图 你知道整个结构的自由体图 就像讲的 总边A点有AX AY 右边B点有一个B 朝上 所以知道整个结构的自由体图 以后 你可以考虑整个的结构的 summation F等于0 FX等于0 summation FY等于0 跟summation M等于0 我可以找出 作用在A点 跟B点的反作用力 这个我都知道 以后下一步 先看看 有没有零力构建 有的话 就把它注明 你就当作 在剪这个题目的时候 这种受力之下 你可以当作这个零件 不存在 只是不信 现在这个题目没有 然后下一个 你就要选择 从某一个接点 我们讲过 接点法 就是考虑那个Pin的平衡 joint的平衡 我们就要选择一个joint 那记住 因为接点法 就是Pin的平衡 指的是指点平衡 一个平衡 二维的平衡位置 只有两个方程式 summation FX等于0 跟summation FY等于0 所以你要选择 某一个接点 它最多只有 两个位置数来开始 以这个例题来讲 选择的就是A点 接点A 因为接点A是什么 你们看 它AX AY 我已经从原来的 平衡方程式得到了 说A点只剩两个 A点有四个力量 除了AX AY 以外 还有 A锡跟AD 这两个外力 可它只有两个外力 所以我们可以画出 接点的自由体图 选择这个的接点以后 我们画出 接点的自由体图 如左边那个点所示 你们注意到 你们的图上 所画的A点 除了AX AY以外 因为它是假设 A锡是张力 所以AD是张力 所以A的力量 水平力量是朝外 AC是压力 所以中用在 节点上的力量 是朝里面 这个有了后 每个节点都要跟着 它要配合的 知道了 画得出自由体图 然后我们就可以从 Summation FX 等于0 跟Summation FY 等于0 就可以把 AC跟AD 找出来了 然后 再做下一个 再选择下一个 接点 以上面这个图形来讲 如果我AC AD都知道的话 我就可以 先去考虑 C点 因为C点 那个时候 因为我已经知道AC 所以只剩下CD 跟CB 也只剩下 两个位置数 就可以这样子 一路 本身 做下去 好 那你们注意到 基本上 我每一个Joint 有两个方程式 所以如果有N个Joint 接点 我就有2N个方程式 那我们就讲过 如果这个是 这个的结构 我们可以解的话 我们前面讲过 Member的数量 等于2N 减3 所以2N个方程式 等于M加3 因此告诉我什么呢 2N加3 M加3 M就是我的 这边M 事实上就是我的 感见的位置数 有几个感见 3呢 其实就是我整个的 反作用力 以上面这个例子来讲 就是我的AX AY 所以告诉各位 如果我一开始 我就是考虑ABCD 这四个接点的平衡 我就有八个方程式 而八个方程式 我事实上就可以解出来 我五个感见的受力 以及三个反作用力 我靠接点的方程式就够 只是以这题 也就是说 我不建议要搞我的平衡方程式 只是这题来讲 我不先从平衡方程式算出AX AY 或是B 我根本没办法开始 所以这种时候 我们一定要从平衡方程式来做 但是平衡方程式 等于是一个额外备用的 这边我们就告诉各位 解症有两种情形 第一个 像这个题目 因为我不知道AX AY 我没有办法开始 所以我一定要先用 三个整体的平衡方程式 算出AX AY和J 然后你们仔细看 我从A点的平衡 可以解除AD跟AC 我从C点的平衡 可以解除我的CD跟BC 然后最后呢 我从D点 只剩一个未知数了 就是BD 所以我只要从D点的一个方程式 就可以解除BD 那剩下我还多了 D点的一个方程式 跟B点的件有两个方程式 我多了三个方程式 没有再用 那那个三个方程式 我们可以做验算 反过来讲 如果某一个问题 我不要先知道 反作用力 就可以开始做的话 等一下例子就类似那种 那我们就可以直接 用接点 把所有的感见的力量 跟反作用力都算出来 那我还是多了三个平衡方程式 整个钢体的 那也可以用来做验算 那我们下面这个例子 就是两种情形 都可以 我们讲 这是你们课本上六之一的例题 OK 它现在这个行价 这是一个简单行价 然后它分别在A点 有一个10千牛顿 1万牛顿力量朝下 10KN B点 有一个5千牛顿的力量 朝下 然后C点 是个simple support 所以有两个反作用力 CX CY 然后在E点 是个roller 所以有一个朝上的E的力量 朝上反作用力 所以这个题目是一个 有五个节点 有七根感见 高尔夫和M点2N-3 五个节点 七根感见 它要我们就用接点法 算出每一根感见的 作用力量 那这边你们就先看 你们仔细看A点 A点 有几个位置数 只有两个 一个AB 一个AD 所以如果我考虑 A点的平衡 马上就可以 就可以开始做了 就可以做出 AB跟AD 的力量 那我一路做下去 我把ABCD 五个节点的 十个平衡方法 都写出来 我就可以算出来 我七个感见的 作用力 以及 C点的CXCY 和E点的接 和E点的反作用力 就通通做完了 我就不要考虑到 整个钢体的反作用力 那我就多了三个方程式 那三个方程式 事实上 我们就可以用来做 那个验算用的 因为它还是必须要符合 就可以做验算 可是你们解答呢 我们照你们解答的做法 它还是照步骤 先把反作用力算出 我再强调 以这题来讲 反作用力是不见得要先算的 你不见要先算 把ABCD 五个Joylton的平衡方法 都写出来 你也可以算出 CXCY跟E 可是你们的解答 还是先算 好吧 它要算 我们就算 所以第一步 先把整个钢体的 自由体图画出来 CXCY 是我们假设 朝右朝上 E也是假设朝上 然后很明显 第一个 我如果整个钢体 对C点 sumationMC等于0 那CXCY就不会出现了 所以就是一个 10千牛顿 10千牛顿 对C点 它的距离是6公场 10千牛顿 对C点 所以是等于10乘上12 反时针 加上另外一个 5千牛顿的 5乘上6 然后减掉 因为1 对C的利己 是顺时针 所以是负的 距离是3公 减掉31等于0 所以我马上算出来 1 等于50千牛顿 而且跟我假设方向一样 所以表重用在1的力量 是朝上 50千牛顿 然后剩下的 sumationX等于0 马上知道CX等于0 因为没有水平外力 然后sumationFY等于0 就是负10减掉 负10减5 加上CY 再加上50等于0 所以我们会算出来 CY等于负的35 因为是负的 所以我们知道 跟我假设方向相反 所以实际上CY 是等于35千牛顿 朝下 所以你们这边看 我画了一个箭头 朝下 好 这个第一步 我把我的反作用力 先做出来了 虽然以这点来讲 没有必要 其次下一步检查 有没有灵力构建 很明显没有 没有哪一个节点 是刚好一个梯形的形状 接着我们就选择一个点 以这一题来讲 你选择点一定是这种端点 这个选择你一定是 选择是A点 或者是C点 或者是C点 或者是D或是E 但是很明显看得起来 A可能最简单 所以我们一开始先选择A点 我们就画A点的自由体图 好 你们先看 这边我建议各位 自己做一个讲义 我先把这两句话 先秀给各位看 先看这句话 我们这个解法 跟你们课本 立体解法完全不一样 强烈建议你们 不要你们课本立体解法 你们那个立体的解法 那个作者解法 蛮特别的 但是有风险 他是怎么做 他是先假设 我从A点开始 我知道A点有三个力 一个力量朝下 十千牛顿 然后我知道这两个方向有力 可是这两个方向张力压力 我也不知道 他就看 因为这三个力合起来要零 所以一定是一个三角形 所以他自己把这个排成一个封闭三角形 排完了以后 他就知道 往横走的这个AB 也就是等于是AB 是往右的 加上这个10 就等于往上的这个AD 所以我知道AB应该是张力 AD是压力 他把那三角形 然后利用三角形的正弦定理 然后来算出来ABAD的力 那个很容易出错 你们自己画图 一个不是会画糊涂的 所以强烈建议各位用笔抄下 用我讲的这个方法 我们就是画出每一个Joint的平衡图 自由体图 首先你们看右边这个A点 没有错 有一个力量十千牛顿朝下 然后呢 我的习惯 不知道大小的力 永远假设是正的 都是朝外 所以AB是水平朝右 AD是放右下方 都假设是拉力 这样子好处是什么呢 我因为我永远都假设拉力 那我只要算出来是正 就表示一定是拉力 我假设方向对 是负 就表示我假设方向是错的 也就是说是负 就相等于是压力 然后我们就考虑这个 接点N的平衡方程式 各位可以操耀 那很简单 因为这个斜面的里面 因为它水平距离是3 垂直距离是4 所以形成一个345的三角形 所以它水平分量一定是五分之三 垂直分量一定是五分之四 对这个ADD来讲 所以 Summission FHH H指的horizontal 水平方向合力等于零 以这边来讲 就是F的AB 加上0.6的FAD 等于零 两个位置数 我算不出来 然后垂直方向的合力等于零 就是-10 减掉0.8 乘上FAD等于零 所以我们从第二个方程式 马上可以算出来 我的FAD OK 基本上等于负的12.5 因为是负的12.5 所以你们看 我最后答案 我写成FAD等于正的12.5 后面一个括号C 你们千万不要写 负的12.5 后面再加一个括号C 那就会大家看不懂了 我是算出来是负的12.5 所以我知道它是压力 所以我说FAD等于12.5 是压力 然后再带回第一个式子算出来 FAB等于正的7.5 所以FAB是7.5KNT 我就把AB跟AD算出来了 那是节点A 各位可以抄一下 可以把右边图抄一下 我再强调 我这解法跟你们课本不一样 你们课本上 喜欢都用封闭三角形处理 然后再来看结果决定 张力压力 很容易搞混 强烈建议各位用我这个方式 然后下一个 接点A完了以后 我们这边强烈注意 一定不能漏掉C跟T 考试的时候 你答案都写对了 你不管你政府什么都对 你没有在最后答案标出T或C 一定扣分 这种恶力构建 你一定要告诉人家 答案是T张力还是压力 而且前面结果一定要变成正号 特别强调 下一步 我们来看节点 主要图在下面 各位看 我们来看节点D 节点D的时候 你们注意一下五花图 因为我刚刚已经知道 AB是12.5的压力 所以你们看 现在作用在跌点的时候 力量我就朝里面 因为我已经知道 这12.5就是朝里 是压力 所以12.5我朝里面 那另外两个位置的 BD跟D1 我都是假设拉力 然后也是一样 水平方向的合力 从右边的头盘看看 就是0.6乘上12.5 加上0.6乘上F的D1 那个F的DB 再加上F的D1等于0 垂直方向呢 就是负的0.8乘上12.5 然后加上0.8乘上F的DB等于0 所以还是一样 从第二个方程式 我们可以解出来 FDB是等于正的12.5 所以FDB是12.5KNT 再带回到第一个方程式 我们可以解出来 FD1 FD1是负的15 所以FD1等于15的KNC 就是压力 因为它解采是负的 好 接着呢 我们已经找出四个了 我们再找第三个接点 第三个接点呢 我们就找接点B 在B的时候你们注意 我已经知道 前面已经算出来 AB是负的7.5的拉力 所以你们看 那边有一个7.5朝左 然后我们也知道 DB是12.5的张力 所以你们看 有一个12.5朝左下 然后在B那边 还有一个5000牛顿的力量 是朝下 那是原来就有的 接着呢 两个位置的 一个是BC 假设是张力 朝右边 还一个是BE 也假设是张力 朝右下方 那 这个我就不细讲了 接着呢 还是一样 SIMFH等于0 也就是负的7.5 加上0.6乘上负的12.5 然后加上F的BC 再加上0.6的F的B1 是等于0 垂直方向呢 就是首先是一个负5 然后减掉0.8乘上12.5 再减掉0.8乘上F的B1 还是一样 从第二个方程式 就SIMFH等于0 我们可以解出来 F的B1 是等于负的 26.7 负的18 抱歉啊 18.75 所以我知道FB1 是18.75千牛顿C Completion 然后解出来的FBC 是26.25 是正的 所以我们知道FBC 是张力 是T 现在我们就 你看我们只有7根杆件 我现在才考虑的三个接点 A B D 我已经得到了6个了 只剩一个杆件我不知道 那个杆件呢 就是1到C的 FCE的杆件 最后我们先考虑接点1 接点1的话 我们就知道 因为本来B到1的 那是一个18.75 是压力 所以朝里面 然后D到1的 也是一个15的压力 所以也是朝里面 然后有一个反作用力 是50朝上 然后唯一的位置数 D到1 我们是假设 是一个拉力 那这个我们只要很简单 因为只剩一个位置数 我说只要从垂直的方向 也就是0.8 乘上18.75 再加上50 是 50是朝上的 再加上0.8 乘上FDE 等于0 我就马上可以解决出来 FDE 等于18 46.75 是负的 因为是负 所以我说FDE最后的答案 就是Completion 这样子 我们七个感见的位置数 它的作用力 我通通算出来 然后我从原来整体的平衡方程4 我们也算出来的CXCY跟1 那我们就是做完了 可是我还有三个方程是没用到 一个是什么呢 是第一点的水平方向合力等于0 还有一个是C点的水平跟水平方向 还有三个方程式 这三个方程式 也就是说 你还是可以画C点的接点自由体图 你可以做验算 因为你通通都知道 可以算出你对不对 因为这个其实最主要就是接点法容易错 所以它会有三个方程可以验算 所以这个例题我们就是 我因为先用了整个钢体的平衡方程式 把反作用力都算出来了 所以最后还有粘个接点的平衡方程式 我可以用来做验算 反过来讲 如果我这一题没有先用钢体的平衡方程数 算出反作用力 那我利用1这一点的summation FV等于0 如果我们事先我不知道1的反作用力 我可以利用1这个节点的summationFV等于0 跟summationFH等于0 还是可以把接跟我的C1算出来 然后再回到C点 接点的C 因为接点C里面BC跟CE我都知道 所以我可以算出CXCY 照样可以做 如果是这种情形之下 我就利用接点的平衡方程式 通通把感见的作用力 跟反作用力都算出来 那我整个钢体的平衡方程式 就可以用来做验算 所以看你是属于哪一个都可以 但记住永远会多三个方程式 那我们可以做验算 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接点法 我们刚刚讲过 我们一开始就有讲 一般的空间行价 是由一堆平面行价 互相平行所堆成的 那是一种 但是还有一种行价 是真正的空间行价 就我们要介绍的 那我们刚才也说过 如果是一个简单的平面行价 是由一个三角形 然后每次多一个接点 两根感见 形成的叫做简单平面行价 那空间行价的基础 如你们现在各位看到的 ABCD这个角椎形 所谓的空间行价 简单空间行价 就是从一个角椎开始 记得第一个开始 那个角椎来讲 我们就是有四个接点 ABCD还有六根感见 你们可以看到 变成一个三角椎 有六个边 然后从那边开始 每次增加空间的话 就是增加三个感见 跟一个接点 平面是两个感见 一个接点 这边接点就是一 然后我们多出了 AEBECE 用这样子方式所形成的 我们就叫做空间行价 一个所谓的简单的 这我们所说的简单空间 行价 抱歉我刚入图面 就你们现在看了 上面那四个 是一个空间行价的最基础 一个六边形 那个就是一个角椎形 下面这个 就是我们所说的 简单空间行价 多一个一点跟AEBECE 本身这个 然后 如果 我们也刚刚强调 如果是空间 假定是平面行价 我们是说 感见 感见的数目 等于2N减3 因为每一次是 多了一个接点 就多两根感见 所以是2N 但一开始因为是三个接点 三个感要减3 那如果对空间行价来讲 我们一开始看 前面 首先 它是四个接点 如果说每个接点 多三根感见 应该三四一十二 可它一开始 只有六根感见 差了六 所以 对空间行价来讲 感见数M 是等于3N 因为一个接点多三根 然后减掉6 感见数字M 应该是等于3N减6 平面的行价M 是等于2N减3 这个各位 不要弄错 那同样道理 如果这个是平衡 像我们刚刚讲的 接点法 每一个接点 基本上 就会有三个方程式 N个接点 就会有三N个方程式 所以 把从上面这个方程式 可以写成 3N就等于M加6 也就是说 每个接点的三个方程式 合起来 可以解出来 M根的感见 它的作用力 以及六个反作用力 记住 空间的架构 基本上会有六个反作用力 因为它有六个平衡方程式 所以通常会有六个反作用力 那真正的整个钢体结构 整个这些架构的 如果你要考虑到钢体的平衡化 也有六个方程式 我们就可以当作验算 所以如果碰到的是空间架构 也是用接点法 一个一个解 但是想象中还蛮可怕的 因为你每个接点画的图 就是一个空间的图 空间的接点 它的各方向 那个方向很容易弄混的 它的XYZ的分量 OK 但是就是这样子做 每一个接点 如果有十个接点 你就会有三十个方程式 就会解除二十四根感见 跟六个位置数 好 好焦急是 我们的考试 我们一定只考的平面行架 我们不会考这个空间行架 因为空间行架算起来 真的会算分头的 我们观念一模一样 但我们只考平面行架 下面我们前面介绍的接点法 接点法主要的就是一步一步算 一根一根的算完 到通通算完为止 第二个呢 我们叫做Method of Section 我们翻成截面法 截面法 也就是把一个平面行架分成两段 考虑那就变成钢体的平衡 基本上如果一个行架 整个行架是达到平衡状况 那这个行架的一部分也是会达到平衡状况 所以接点法考虑是止点的平衡 截面法考虑就是行架的一部分的钢体平衡 我们再会举个例子 这边先告诉各位 一般来讲 我们介绍两种方法 一个叫接点法 一个叫截面法 基本是这样子 如果题目要你算出来 每一根杆件 每一根杆件的作用力 一定是用接点法 一步步的做下来 如果题目只是问你 整个行架结构里面 磨两三根杆件的作用力 这个时候我们当然举例 你会知道 用截面法会比较容易 你会省很多时间 但是很重要的是 这样一种方法不冲突 你有的时候也可以 先用接点法 找出其中的某一两根 然后你就会发现 用截面法 找特定的某一两根 比较容易 但有一个原则没有错 如果你每一根都要知道 通常都是先用接点法开始做 如果你只要知道 其中某一两根 你就考虑用截面法 只是用截面法 以前有时候某种原因 结构的问题 你可能要先用接点法 先算出其中某一两根 然后再用截面法 算特地的感见的作用力 那我们下面就介绍 截面法的步骤 向右上角那个图 ABCDEG 它有六根接点 然后有九根感见 假定我们希望算出来 我只要知道 我不要知道每根感见的 我只要知道BD 那根感见的受力 我就是要知道BD 最上面横的那一根 那我们应该怎么做 第一步 这个就没有 我刚刚讲接点法 你可以 一开始你可以先考虑 钢体平衡 找出反作用力 也有时候不见得要 但是接点法一定要 接点法的第一步 就很单纯 做出钢体的 先画出整个钢体的自由体图 如果有灵力构建 就给它标出来 那就审视 然后第二步 就是利用整个钢体的 Sumption FX等于0 Sumption FY等于0 Sumption M等于0 反正三个方程式 就把我的三个反作用力 给抓出来 一定要先做 截面法的话 也就因为我只为你BD 你就一定要先做 然后下一步 就在图上 看你要知道的是哪一个 比如说你要知道BD 我们就把BD给标出来 BD标出来以后 你就看 找出哪一根 是你要找的以后 你就想办法 做一条假想的切线 把这个钢体呢 分成两段 那分成了两段 这条线有几个原则 第一个 大家可以用讲义记一下 用笔记一下 第一个 这个线不见得要直线 可以去曲线 那是假想的线 不见得要直线 你可以弯弯曲曲 但是第二个 这个线段 第一点 一定要通过 我要找的那个零件 就是我要把那个零件 要找那个零件 要给它切一半 一定要通过 以这个来讲 我要画的那个线 一定是通过BD 第三个 我把这个钢体 分成两半以后 我这个线通过的 我不知道作用力的杆件 最多三根 为什么 因为钢铁的平衡 也只能减三个未知数 如果说你把这个钢体 分成两半 结果每一半里面 都有四个杆件 是你不知道的 你还是做不出来 所以第一个 不见得要直线 第二个 一定要通过 你要找的那个杆件 第三个 砍断的杆件 最多三根 以这个来讲 你们看 它就是 从BD那边 一条直线切下来 找出以后 下一步 要画自由体图 你要选择 左边右边 画自由体图 你们现在看到的 就是左边的 这个自由体图 那这个里面 就是相等于 你们看 就是作用在 以这个图 你们就是看 你先以这个 自由体图来讲 我们这样子看好了 以这个 下一步 就我们讲的 选择左半边 或右半边 然后来画出 这边我们先在 这个例子 选择是左半边 画出它的自由体图 你不要忘了 我们原来 切这个线 等一下 我是讲 是这样一条线 切下来的 所以真正的 图在画的时候 应该有点 是类似这样子 这是A点 这是B点 这是D点 然后不要忘了 对 然后这边 因为我是这样子切 所以这边应该 多一点杆件出来 这边也要多一点点杆件出来 这边也要多一点点杆件出来 严格画应该是这样子 因为我要把这个杆件画 然后这个是这边的作用力 这是这边的作用力 这是这边的作用力 达到整个平衡 然后我们就考虑 这个钢体的平衡 真正画应该这样子 可以你们仔细看 你们课本上 把多余的杆件都干掉了 使得力量 好像是作用在接点上 分别是作用在B跟D的接点 但是也没有问题 因为方向不会错 因为你们知道 只要作用在接点是朝外 就代表是拉力 所以意思是一样 但是真正画的 应该是要把这三个杆件也要画 也就是这个B 也就是BD杆件的一部分 B1杆件的一部分 跟这个西医杆件的一部分 应该要画出来的 但是你们的课本上 就把那多杆件都干掉 没有关系 这两种画法都可以 看你们习惯上哪一种 没有怎么查 好 然后下一步 做出了自由体图 针对这个自由体图 还是一样 运用我们三个方程式 钢体平衡三个方程式 就可以把位租数给剪出来 我就以这个题目来讲 以这题来讲 你们请注意 我的目的不是要把三个都解 我只要知道BD 如果你要知道BD的话 我们应该用哪一个方程式 你们仔细看 我们真正应该要用的是 Sumation M1等于0 你们仔细看 如果我是Sumation M1等于0 另外两个位置数 也就是B到1跟C到1的 这两个感觉都会交到1点 所以这两个位置数就不会出现 所以我Sumation M1等于0 马上就可以得到我的FBD 这个是你们用截面法的时候 要注意一下 很多时候你选对的点 你不见得把三个位置 因为它只为你其中一个 你不见得把三个方程式都写出来 有时一个方程就可以找到 你要的答案 好 找完以后 下一步 万一还有其他的再继续 再重新再切一刀 好 这是你们课本上 第六章第二个例题 它的定本就 现在我们这个工作阶 这个行价 本身有11个接点 ABCDFGHIJK 有11个 然后它有19根感觉 那在这边呢 我们现在知道 它在C跟G 分别有140千牛顿 向下的力量 然后在最右边的K点 它有一个80千牛顿 朝外的一个力量 那它分别的支撑点 是在B跟J B是一个Symbol Support 所以有BX BY J是Roller 只有一个力量朝上 然后22根感觉 用接点法 通通算完 要算很久 题目不要 它只问我们两个 它第一个要我们算 一根 一根F 这根感知 跟G 和I 它只要我们知道 它只要我们算 这两根感知的 那个力量 作用力 所以很明显 应该用截面法 因为我只要知道 这两根 重点是怎么切 好 首先这样子 还是一样 第一步 就我们讲的 一定要把整个钢体的 自由体图都画出来 所以B有BX BY J 只有一个朝上的力 那很明显 如果Sumation MB 等于0 我们就可以算出J 所以是 140对B点的力矩 是顺时钢 所以是负的140乘以4 再加上 再减掉140乘以 因为每一段距离 都是4公尺 140乘以4 负的140乘以4 再减掉140乘以12 然后减掉80乘以5 高是5 然后加上 J到B的距离是16 加上16乘以J 就我们算出来 J是等于165千牛顿 是正的 所以我们知道 假设方向是对 是朝上 所以J的作用力 是朝上 然后Sumation Fx等于0 等一下 Sumation Fx等于0 非常简单 就是Bx加80等于0 所以Bx等于负的80 因此我们知道 Bx是等于80千牛顿 朝左 我本来假设朝右 是负的 就朝左 最后 Sumation Fy等于0 就负的140 减掉140 加上BY 加上165 所以BY等于正的115千牛顿 因为是正 所以朝上 这是第一步 画出整个钢铁的自由体图 把B点跟J反作用力 通通算出来 下一步 我们就是在这个图上 标出来 我是拿两个杆键要用 要找的 一个是EF 一个是GI 标出来以后 我们就准备 最好是找到一条线 能够把这两根杆键 通通连在一起 那我 一刀就OK 可是我们发现 我们办不到 如果要把EF跟GI连在一起 我怎么切啊 都会变出有四个 就会经过四个 不知道的杆键 不知道力量的杆键 会有四个位置 我们讲过 位置绝对不能超过三个 所以我们基本上呢 必须变成做两次 画两刀 一个是通过EF 画那个N的那个 N的那个条 假想线 一个是通过GI 画的M的 M的那条垂直线 这两条线都有一个特色 第一点 它会通过我们要找到 那根杆键 第二点 它最多只有三个位置数 它只会通过三个杆键 那我们先来看N的 N的那条线 我们决定取左边 还是取右边 没有绝对的原则 左右两边都一样 但一般来讲 我们都取比较小的那边 看起来简单 所以我这边 来取NN线段的左边 画成了自由体图 如左边显示 就只画ABCDE 这一块 然后在B那边 就讲的 有一个朝左的 80千牛顿的力量 有一个朝上的 115千牛顿的力量 然后在C点 有一个140千牛顿 朝下 然后在E点那边 有三个力量 一个是EG水平的 一个是EF朝下 那就是我要算的 还一个 还一个是DF 朝右的 我们都会假设 它是拉力 那这边我们就发现 有趣了 这边有三个位置数 两个水平 一个垂直 所以我要找了 就垂直 所以我不取例句 我直接就 Submission FV等于0 Submission FV等于0 就是115 减掉140 再加上 Submission FEF就等于0 所以我们就算出来 Submission的FEF 是负的25 因为负的 我原来假设朝下 往外 是拉力 是负的 所以我最后得到答案 是等于25千牛顿 Completion是C 这就把EF做出来了 这个就你们可以看 截面法的优点 OK 如果你要用接点法 你要算到EF 半个小时之内 不见得算得完 而且还有可能会算错 因为你们要知道 接点法要小心 你只要在算的过程中 有一根杆件 你弄错了 你可能后面会全错 就会做白弓 接点法要非常小心 好 接着我们要找GI GI像右边这个图 那很明显右半段 MM线段右半段比较简单 所以我们就画出来 右边右半段 IJK这个的自由体图 然后一样 在K那边 有一个80千牛顿朝右 在J那边 有一个165千牛顿朝上 然后在I那边 有一个GI朝左 那是我们要找的 然后还有一个IH 朝左下方 还有一个JH 朝左下方 这我们刚才讲 我要的是IJ 那刚好另外两个位置数 IH跟JH 都会交在H点 所以我就去 对H取利据等于0 H取利据等于0 首先就是IJ对H利据 就是正的5倍的FIJ 然后80对J的利据 就是负的80乘以5 因为它是顺时针 然后还有这个165对H的利据 就是165乘上4 也是正的 最后我们算出来 我的FIJ是负的52 我原来假设是拉力 现在算出来是负的 所以最后答案是 等于是52千牛顿的completion 这样就做完了 这就是我们讲的 如果你只要知道 其中某一两根 通常都去考虑 都是考虑截面法 比较简单 唯一的就要一开始 先算出来 它的反作用力 那一步是不能省的 我再强调一次 两种方法 接点法 主要是算出每一根 截面法 算是中间的磨几根 如果你只是算最边边的 像刚刚来讲 如果人家 像刚刚那个例子 如果让你算的是AC 那有时用接点法 还比较简单一点 因为你们看 我只要考虑接点A 马上就可以把AC算出来了 那你倒不见到 去反导截面法 那OK 事实上 你们仔细看看 先来问各位一个问题 AC 是不是灵力构建 大家想一想 AC 是不是灵力构建 认为是的 请举手 看看 有没有同学认为 AC是灵力构建的 想一想 仔细看看 针对先 就先来看左下角这个图 AC AC赶建 是不是灵力构建 是不是 认为是的 请举手 那有很有把握 说不是的 请举手 有没有 都有没有 能举手 两个都没有 你们一点 感烦 大家想一想 想一想 没有那么难 AC AC 是不是灵力构建 告诉各位一个很简单的判断方法 你们现在自己就在你们的笔记本上画A点的自由体图 用Joint Mass of Joint 画A点的自由体图 画完以后 你们想想AC会不会等于0 大家一分钟画一下 大家自己画画A点的自由体图 画完以后 你们告诉我 AC会不会是不是等于0 只要画A点 不要画的太复杂 就是A点 好 我们现在问 认为AC是灵力构建的 请举手 有没有能确定是还是不是 只有一位 那AB是不是灵力构建 请举手 认为AB是灵力构建的 请举手 有没有 好 请各位注意 我刚刚已经有讲到 我找一个空白的说明一下 请注意 这个题目 这个题目ACAB都是灵力构建 在这个手里之下 第一个很容易证明的原因就是 假定这是A点 这是FAC 因为它们是垂直 这是FAB 那这要达到平衡FAC FAB是不是一定要0 所以它就是灵力构建 这是我们刚刚你们讲的没有 可是我们刚刚 可是实际上 我刚刚说过 如果一个有三个感界 形成了一个T形 那这一定是 这个一定是0 同样的道理 像这个例子 如果它们就是一个只有两根 而且是垂直的 这两个一定都是0 事实上不要垂直 就是这样子 这两个也一定要为0 否则它不会平衡 你们注意到 如果一个节点 只有两根感界 而且这个节点上 没有其他的外力 就两根感界 这两个感界 就像这面A点 一定是灵力构建 你们画A的自由体图 就马上可以看出来 这是另外一种 判断灵力构建的状况 你们课本上 只讲了这一种 还有这一种 就刚好是这个例题的A点 任何一个接点 只有两根感界 而且那个接点上 还有一个条是没有外力 因为你们看A点没有外力 如果我把140千牛顿 移到A点 那那两个就不是灵力构建 如果是移到A点的话 只有AC 是灵力构建 AB就不是 但是因为没有外力 所以两个都是灵力构建 再讲 各位一定要能够判断得出来 什么是灵力构建 这顺便跟各位说一下 最后 我们前面讲过 有的时候有的行价 平面行价 看起来都是三角形 像下面这两个图 但是 它们却不是 简单行价 因为它们不是用 一个接点 两个感界联合起来 而是有两个简单行价 利用多余的 利用共用一个接点 或是多了一两根感界 所结合起来的 这种就叫做复合行价 如下面的这两个图 所示 这两个图 左边 你们看 左边 左右两边 左边的这个图里面 两边都是三角形 都是简单行价 然后它在它的那个顶点那边 分别用三根感界联合起来 所以这个就不是 合起来就不是简单行价了 它就变成了一个复合行价 右边 就是共用一个顶点 给有一根感子联起来 让它也是达到稳定状况 这种我们叫做复合行价 它不是简单行价 它是由简单行价 利用多余的 共用一些节点 或是多余的感见结合起来 我们叫做复合行价 那我们现在还是假设 记住规则词一样 复合行价 假设复合行价的感见数是m 接点数是n 反作用力是r 如果一个行价 你们看它满足这三 它叫做刚性行价 指的是这个行价受到外力 形状不会变 而且它叫complete constraint 记得我们讲的 所谓的complete constraint 就是说它不会产生移动 记得形状改变跟移动两回事 刚性是代表形状不会改变 complete constraint 是代表它不会移动 也不会转动 然后静定 static determinant就是说 我们用平衡方程式 就可以找出它的反作用力 如果一个复合行价 满足这三个条件 它一定会满足这个式子 m加r等于2n 也就是说 我就是跟我们前面讲的 我依据每一个节点的平衡方程式 就可以把我每一根感见的作用力 跟我所有的反作用力给算出来 复合行价会满足这样子的一个条件 前面的这两个你们可以算一下 它都满足 所以它是静定 结构 如果m加r大于2n 像我们上面写的就是m 大于2n-r 或r大于2n-m 其实真正的前面那句话意思就是 记得2n等于是方程式的数目 m加r就是位置数 如果它是刚性 静定 完全constant 方程式跟位置数的数目是一样 如果位置数大于方程式 就表示 这个是一个过度的 过度的constant 或是过度的刚性 也就是说 它里面有些感见是多余的 你没有那根感见 它也不会垮 你们看 你们把这个图 跟前面的 跟这个左图来比 左图已经是刚性的了 可是呢 这个图呢 它又多了一根 那就是多余 因此这个时候 也就是代表我m 多了 m加r会大于2n 刚好会多1 所以它成了一个过度刚性 那我们就没有办法真正解得出来 反过来讲 这个式子主要讲的就是 如果m加r小于2n 那个就变成是位置数 超过了方程式的数目 那它就有可能变成了 就刚性不够 它形状会变 像你们下面 看着左边这个图 你们仔细看 因为它这边中间少了一根 所以m 多了一根m加r 刚好等于2n 少了一根m加r 就 而这你们看 只要我给它这边一个外力 因为这边会转 这两个三角形就会 这个三角形会往右边移动 就它的形状本来是这样子 然后它就会变成这样子 会倒下来了 这个就是不够刚性 这个时候就表示呢 我们要么叫多增加constraint 因为它右边是roller 要么叫多一根 所以只有两种情形 一个 我们是把它右边 两边都变成固定的support 也就是说这边的r等于3 这边r会等于4 但是这样子都会满足m加r等于2n 还有一种是这个roller不变 下面这一根加进去 都可以 这是一样的 那这边有一点各位要注意 我们刚刚讲了 如果有一个复合行价 它是禁定 是complete constraint 而且是刚性的 m加r会等于2n 这个没问题 但是这个不是充分必要条件 注意最下面这句话 如果你发现有一个行价 是m加r等于2n 并不表示 它一定是刚性禁定 跟complete constraint 这个不见得 这个不见得 这个要注意 也就是等于说m加r等于2n 只是复合行价 它的必要条件 必要条件 这点各位 真正在实物运用上要注意 任何行价 不见得复合行价 只要 这个就算是一个 简单的行价 那简单的行价 如果它是简单的行价 一定会满足 净定 刚性 它只要是简单行价的形成方法 不管空间还是平面 一定会满足 净定结构 complete constraint 以及刚性 那是一定会满足 也就是它一定会满足m加r 会等于2n 三维的话 就是m加r会等于3n 这个的结束了 我们六至二节 六至二节 基本上就是告诉各位 如果我们现在碰到的结构 是一个行价 我再强调 行价结构就是说 有直的感见 都是端点相连 所有的外力 一定都只能作用在端点上面 这种结构 我们叫行价结构 然后可以用joint method of joint 解出每一根感见的受力 也可以用节面法 解出特殊 某几根感见的受力 但注意 答案最后一定要变成正的 你算出来是负的25kn 就是代表25kn in compression 一定要写出来 是compression 还是tension 我再强调 考试的时候 你只写一个负25kn 会被扣分的 你不是说负25kn 就代表是25kn completion 不算 一定会被扣分 大家要特别的 要注意 以及如何判断 灵力构建 不是灵力构建